各位好 今天是2022年7月26号星期二 欢迎来到点新闻 我是陈嘉玲 与您一同点关香港 先来关心疫情 香港新增4276宗确诊 包括3975宗本地个案和301宗输入 本地个案中核酸检测1595宗 有效快测城报2380宗 过去天新增6宗的新冠病毒阳性的死亡个案 再来看几条简讯 政府早前将本港全年经济增长预测 由原来的2%至3.5%下调至1%至2%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接受报章专访时表示 8月中会公布检视全年经济增长预测的结果 预告可能有需要再次下调预测 他表示在消费券带动下 消费已经回升 但出口和投资依然低迷 第二季度的经济表现未如预期中强劲 目前本港人受第五波疫情影响 加上内地疫情影响供应链和经济表现 欧美受高通胀的困扰 预料香港第二季度的经济数字会较第一季有改进 但不会是令人鼓舞的数字 山中派位结果今天公布94%的学生获派首三志愿学校 83%更是获派首志愿 创15年新高 两者都比去年上升2% 教育局提醒所有学生必须在周四或周五前往获派中学注册 否则会被视为放弃学位 书展已于今天下午五点闭幕 一连七天的书展 有参展商表示人流比去年好 但望丁不望财 一早已经减价促销 也有书商接近中午已经开始收拾摊位 打算提早离场 书商如果不想带走书籍 冒发局今年继续设置了书籍捐赠处 参展商可以将打算弃制的书籍捐赠给志愿机构 本港天气十几天来持续酷热 近日更是连续录得超过36度的高温 天文台预测 酷热天气将会持续到下个月初 随着全球气候暖化 每年极端高温天气的日数增加 给市民尤其是露天工作行业的雇员 基层市民带来巨大压力和健康风险 工联治安建协会今天连同几个工会召开记者会 促请政府立法保障工人在酷热天气警告信号生效时的工作环境 减少意外发生 工联治安建协会表示 不少工人要忍受长期在酷热环境下工作 不时要面对中暑危机 但香港对预防中暑的措施只有指引 并非强制执行 对工人保障极微不足 建议政府应尽快立法在酷热天气警告信号生效时 为雇员订定明确的休息时间 而在极端高温下 雇主更要有停工安排 在酷热天气警告信号生效时 雇主必须为雇员提供充足的防中暑设备 目前香港对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 已经有比较科学的应对方案和指引 政府也应该认真研究制定高温天气的分级制度 法律保障和指引 包括在何种条件下 哪些行业可以获得高温津贴 可以停工停业 同时对基层市民提供适切的支援 酷热天气危害市民健康 过去几天有多名市民在户外工作或行山时 因为中暑要送院 甚至有人不幸死亡 个别行业 例如地盘工人 清洁工作 露天检测站员工等 工作环境无法提供高效的降温设备 健康风险很高 参考内地的做法 各省市除了有不同的高温津贴标准外 也有统一的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 香港的天气情况和各行业运作特点有所不同 固然不能完全照搬别的地方的做法 但制定标准清晰 具有法律效力的应变指引 有效保障劳工权益 应该是正确的方向 另一方面 关怀弱势社群 也是极端天气下的应有之意 香港去年有12.7万户居民 居住在汤房等不适切居所 连日来舆论十分关注 不分汤房居民 由于没有冷气或电费太贵 也要生活在40度的蒸笼当中 政府一方面要开放更多避暑中心 完善设施 让市民有合适的临时栖身之所 另一方面要研究 对符合条件的基层市民 给予一定的财政支援 政府可以考虑对个别基层家庭 例如汤房户 公屋 长者户 增设高温电费津贴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 极端高温天气将会 越来越频繁出现 对市民生活的影响日益明显 特区政府应该积极借鉴 内地和全球经验 填补法律空白 做好应对极端高温天气的 分级制度和指引 体现为民情怀 以上就是今天 点关香港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陈嘉玲 祝您事事顺心 我们明天再会